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感情还是有些太心酸了呢 但是凯菲哥哥就这么忙吗 过生日这种重大的日子也不能放下工作吗 不过小露露的确是没有让大家失望的 最起码还是个任职的男朋友呢 就在昨天的时候 小露露深夜发文 祝福自己的女朋友小童生日快乐 虽然只有简短的几个字 但是这已经就足够了 毕竟自己的心里话已经表明了呢 然而小编倒是很看好这对情侣呢 照片中的小童妹子 虽然是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小脸蛋 但是还是抹不去自己幸福的笑容呢 还带着鸭舌帽 微微低头的样子还是蛮可爱呢 不过坐在对面的小露露 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可是你给她过的第一次生日呢 不知道还准备了些什么惊喜呢 其实总的来看 从小童妹子和小露露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她们就总是各种秀恩爱 虽然并不怎么经常痛狂 但是言语中都带着对对方的那种爱意 两个人相差七岁 却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毕竟小童妹子还是很喜欢大一点的男朋友呢 小露露的情商还真的是蛮高的呢 能把这样高智商的小迷妹追到手 不知道是不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呢 其实小露露还是有很多优点呢 就比如人家喜欢玩模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献ai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